河南省周口市 古称龙都 地处黄淮平原腹地 三川交汇 物产丰饶 优越的自然环境赋予了这里 绵长而丰富的历史 福西故都 老子故里 上古传说和东方哲学 装点出这座城市神秘而古朴的气质 也影响着这片土地上重得淳朴的人民 九月 周口市沈秋县 秋风风过 天气逐渐凉爽 李炳强和老乡迎来了一年中最辛劳的季节 他是十里八乡养羊的一把好手 乡亲们都乐意将羊群托付给他 几十年的放牧经验 李炳强有着自己的一套放羊法则 上百只黄淮山羊是众人的生计所系 进入秋季 羊群食欲见增 正是增标的好时节 黄淮山羊也被叫做淮山羊 广泛分布于黄淮流域 善灯高 爱决斗 长期野外觅食 造就了他们强悍的体格 也积累了更充足的风味物质 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山野美味 秋风里的户外放羊 关乎羊肉品质 也关乎一年的收入 全村人的焦点都集中在李炳强身上 家中 妻子正为即将归家的丈夫准备晚饭 淮山羊肉是最佳的能量来源 用来为借丈夫一天的操劳 最合适不过 在周口人的食谱中 淮山羊肉傲视全雄 烹煮之法也可谓一彩分成 羊肉汤备受钟爱 羊肉汇面 地域属性拉满 而胡辣汤 许多人都是他的孩子 怀山羊肉汤备受多肥少 不柴不山 无腻不腥 简单炖煮 即可成就一番滋味 烹煮时不加盐 是这道家常风味的关键 盐作为强电解质 会破坏羊肉的细胞膜 使肉质中的水分渗出 失去弹性 口感变老 鸡肉纤维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文火炖煮中软化 饱含水分 细嫩而鲜美 在中国 大部分地区都有烹饪羊肉的传统 各方水土也造就了羊肉风味上的差异 舟口人的烹饪则尤为简单 这源于当地人反途归真的美食理念 更暗含着他们对天然食材的自信 出锅之前盐才会登场 既强化了味觉体验 又不影响肉质口感 双倍提鲜 丈夫的归家与羊肉的出锅一样准时 这是夫妻二人无言的默契 日子虽然不乏辛苦 但平淡中的美好 却在每一个细节里默默流淌 炖羊肉 鲜香颇鼻 入口软刃 一扫今天的疲惫 这是李炳强的最爱 这天然羊味得不错 肥辣 在妻子手中 寻常的食材也能成为抚慰人心的味道 炉火明灭 热气阴晕 勤劳朴实的人们 总是善于在平淡的生活中 塑造出美味 而美食同样也是他们 超越平凡的心灵慰藉 一早 李炳强就将羊杀好 等待着老主顾李玉平的到来 李强 好 在家了 好 又杀羊了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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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刚整的这是 刚宰的羊是吧 对 刚宰的 我看看这个肉 就是这个肉适合烧烤啊 肥肉向煎 很好很好很好 李玉玉平 李玉平 凭借一手精湛的厨艺 在当地的美食界小有名气 对食材的精益求精 是他一直以来烹饪美食的态度 我们做的辣植 我们做的火辣汤里面 此番来到沈丘县 为的也是巡货最优质的淮山羊肉 尝尝 好好好 谢谢 真酸 可以吗口感 太酸了 本地美食 伴随着记忆与情愫 勾起带着丝丝甜蜜的淡淡香愁 胡辣汤之于河南人 几乎等同于记忆里的儿时岁月 与长大离家后的心池神网 在河南 想让人们起个大早 胡辣汤比闹钟更有力量 喝过一碗胡辣汤 才算真正醒来 周口人爱喝胡辣汤的习惯 由来已久 周口 史称周家口 是著名的内河港口 三河交汇 万商云集 周集如林 成为北方著名的水路交汇之乡 才获堆积之首 未居河南四大名镇之令 可谓盛极一时 就地取材 制作方便的胡辣汤 一口下肚既能补充能量 又能暖胃驱寒 备受往来商骨和百姓的青睐 对于深安周口美食的李玉萍来说 要想烹饭出品质上家的胡辣汤 除了要有地道的淮山羊肉作为基地 还需要一样当地独有的食材 他来到了位于周口市淮阳区的黄花菜种植园 新鲜采摘的黄花菜 正在进行最后的晾晒工作 这都是纪念的 很好的 调形很好 最适合做胡辣汤了 木道农家吴宝玉 遍地黄花是金针 这是宋朝文学家苏氏 对于黄花菜的赞誉 淮阳区自古以来 便广泛种植黄花菜 当地出产的黄花菜 色泽金黄 菜条风鱼 七蕊健全 淮阳黄花菜的六瓣七蕊 奠定了它的口感 特别筋道 久煮不散 也利于凉拌和蒸煮 一番挑选 已到饭点 厨艺磅深的李玉萍 决定就地取材 顺便检验一下 这些黄花菜的品质 无黄花菜不成席 是淮阳饮食的一大特色 一年四季冷热嫌疑 捞起后 加入葱姜蒜 各色调料浸润其中 一勺香醋成为点睛之笔 无需复杂工序 只要烹饪得法 搭配得当 一道小菜 也能调动挑剔食客的味蕾 单独凉拌 以示时间美味 蒙火热炒 则又能收获另一番滋味 黄花菜口感软韧 气息浓烈 极易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 看看我做的黄花菜 尝一尝 好 新鲜采摘的黄花菜 注入巧厨的智慧 完成味道的蜕变 让食客在唇齿间 一满独属于食令的享受 淮山羊肉与淮羊黄花菜 都收入囊中 李玉萍专程来到 胡辣汤的发源地之一 周口市西华县逍遥镇 拜访一位在当地 颇有声誉的老师傅 在家看书了呀 好 请坐坐坐坐 看一下好食材啊 这个是黄花菜 这是淮山羊肉 颜亚平 逍遥镇制作胡辣汤的老师傅 同为周口传统美食文化的爱好者 两人意气相投 打算一起制作 他们心目中最纯正的味道 熬制胡辣汤 香料尤为重要 卷淮山羊骨下锅 温火熬制 等待风味缓慢酝酿 作为胡辣汤中最为重要的味性 胡椒作为辛辣的来源 是各色香料中重要的一味 而胡椒在周口的广泛流行 与当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那开始做胡辣汤 好的 作为往来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以胡椒为代表的各色香料 在四通八达 合网密布的周口流通中转 奠定了胡辣汤的味觉基础 你温温 那香是吧 好香好香好香 长时间的炖煮 羊肉和黄花菜将辛辣 云染的浓郁而鲜美 时间来到最后的十分钟 这是最关键的收汤环节 将和好的面团不断搓洗 在外力的挤压下 面粉中的小麦骨蛋白分子 会交织成一片绵延的网络 将揉搓好的面紧过滤 洗过面紧的水作为芡粉 面紧再次揉搓 直到有一定韧紧 带有弹性 就可拉伸成薄片 将面紧下锅 制密的孔洞 尽情吸收汤汁的辛辣与鲜美 调整火力 用外圈火滚 使得汤从外向内翻滚循环 内脸融合 不泄汤不分层 嗯 香吗 宣美宣美 一碗胡辣汤 看似普通 却囊括了周口当地食材的精华 更凝结着两位厨人的心血 秋日里温暖复味 安稳心绪 它是家乡的美食 也是美食里的家乡